喂 你好 我是桑无言 有什么事吗 你是易近的 要是没有别的什么事 我就先挂了 你真的是易近 这 你等一下 那个 之前的事 是因为我不太了解 所以 所以冒犯了 对不起啊 还有 我一直想谢谢你 我之前听易近的歌时啊 就一直在想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才能写出 那么用力去爱的歌 好像用了所有的力气 去记住生命里 每一个转瞬即逝的细节 我高一的时候 有一个从小学起 就很要好的朋友去世了 是沦陷这首歌 陪我走过那段时间的 让我能够 好好地告别 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跟我说 不至于 连我爸都跟我说 不要那么孩子气了 好像 就只有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 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人 就只有听着他的歌 我才被允许流泪 对 我一直希望 如果 我能遇见他 我一定要 是一个生活得很好的样子 然后笑着对他说一声 谢谢 谢谢 好了 我会帮你保守秘密的 那我挂了 晚安 不客气 不客气 一直在等什么 我有一个秘密很想分享 但决定 恍臣只是白日梦 让我不再怕日落 太阳一故意洒落 我的肩膀 想起了什么 像是在那里听过 不自觉的 从耀眼深陷忍住你的我 刚刚谁给你打电话 没有谁 还没有谁 孙剑谦 黑暗中自然而然 拥抱牵手 你走谁了 是上次在KFC那女孩吧 她知道你是一斤了 还真值得了 上次我们在电台访谈 有遇过 都是我的错 我当初竟然死活都不答应希姐 现在怎么办 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 要不我去找她谈谈吧 如果她曝光给媒体的话 会很麻烦呢 她不会